大家好,欢迎来到Azure Show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微软最有价值专家 和微软技术社区的区域总监卢建辉 社区里面的人都叫我卢老师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全新的节目 Azure Show 这是一个和微软Azure 还有开源技术 还有技术社区相关的节目 首先有请我的搭档朱新亮 新亮你好,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卢老师你好,好久不见 我是你们的主播,我叫朱新亮 过去我也是一名微软最有价值专家MAP 开发技术方向的 目前我是在微软开发者关系这边做PM 也是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能在Azure Show里面跟卢老师搭档 本期节目是我们的首秀 希望大家会喜欢 我们有很多好玩的在后面 我来介绍一下有什么好玩的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个全头的节目 叫做MVP面对面 是由我们微软最有价值专家的访谈开始 他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微软的技术社区 还有他们相关的一些技术的一些方向 另外还会有一些传说中的大神 会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 接下来还有另外一个节目就是微软的Azure 101 这是一个跟Azure相关的一个环节 它是从您开始介绍Azure里面的基础知识 让大家认识Azure 因为Azure在中国还是不是太多人了解 那我们就从您开始给大家介绍 但是时间有限了 那我们这个环节就会在下一期里面开始推广 比较遗憾的 不过我相信精彩会在之后陆续的节目里面为大家提供 是的 我们还有剩下两个环节 有一个叫做开源故事 这是一个属于我们中国的开源故事 由我们国内的开源项目大神和大家介绍开源项目 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环节 毕竟现在开源是一个热门 在国内有很多人会关注你的开源 而且另外开源的应用场景是非常重要的 对还有我们最后一个是从您开始基于开源故事的话题为大家展开 介绍一下怎么利用开源故事里面的开源项目去完成应用的开发 毕竟开源过后有更多人去用 这个开源项目才是一个最终的目的 别忘了这是一个用微的Azure开创的主题 很好玩到 我们的节目还会不断的改进 当然我们顺利的开始第一期节目要感谢很多人 包括我的搭档西面 另外还有帮我们做视频的小董 现在我们马上开始第一个环节 MVP面对面 嘉宾是谁呢 迪丽热巴 是吧 我也希望是吧 希望他能来 这期节目呢 开篇是我们一个江湖人物哦 对哦 他叫做霸姐 Good 话不多说 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 MVP面对面 他是我的同事 梁迪 微软最有价值专家项目组的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今天他来给我们介绍什么是微软最有价值专家 还有他理解的技术社区 另外还有一些工作点滴为大家分享 大家好 欢迎来到Azure Show 感谢卢老师的邀请 作为Azure Show的首播嘉宾 我这次为大家介绍一下微软最有价值专家 MVP项目 我是负责这个项目的大中华区的负责人 Christina 那大家以后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欢迎来联系到我 那么我给大家讲一下 在我负责这个项目的四年当中呢 这个技术社区呢 是我可以非常自信的告诉大家 是我最开心最有热情最负有责任心的一份工作 那么在介绍这个项目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呢是在北欧和北美都居住过很长的时间 那么11年前回到中国的时候呢 我自己在职场上应该算作是一个小白 很多人都在问我说你是不是刚刚这个大学毕业 OK 其实我不是 我在北欧和北美都有相当的工作经验 那很快呢就适应到了这个北京的生活当中 在接触到微软 接触到这个项目之后 我真正觉得说我的职业生涯才刚刚开始 我自我自己认为哈 这个项目的本身它的最亮点的地方 就是建立了一个绝无仅有的交流平台 为这些技术大咖 为这些对微软技术热衷的人们 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那大家来自五湖四海 这个项目呢是一个全球性的项目 不止不只是在中国地区 那中港台当然我负责是这个地区 我其他的同事呢在全球负责其他的一些地区 全球现在超过2600名MVP 那么我们有不同的技术方向 OK这个项目呢源于27年前 大家可想而知哈 大家知道微软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啊 1975年 这个过两天的时候 对你们参加Bill的大会的时候 非常有用 因为你们会参加快速抢达 1975年啊 记住这个时间点 那么当时的Bill Gates呢 就是在27年前提出来说 希望热爱微软技术的小伙伴们 开发者们 我们一起来建立一个非常健康的技术社区 那么由此这个项目就诞生了 那么在27年当中呢 就是项目经历了啊 风风雨雨 然后有很多不同的变革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可以从他的这个官网上 就MVP到Microsoft.com上面 可以了解他到他的技术方向 我们呢是有11个不同的技术方向 那么分别针对于开发者和对架构师 那11个不同的技术方向呢 囊括了包括AI在内的 Microsoft的AI在内的技术方向 现在也是比较热衷的 当然我们第一个就是Microsoft的Azure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了解 更多的技术细节的话 我们就去到MVP到Microsoft.com 那么OK 讲到这里大家会问我说 那怎么样可以申请成为MVP啊 好 这个question就来了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的人群呢 MVP这个项目呢 它是由一群经过严格的技术 选拔的专家团队组成的 那么其中的他们的共同点呢 不光是技术上非常大咖 那他们呢非常的有热情 乐于分享在社区当中 帮助别人分享他的技术和经验 如果你具备以下三个条件 那么你也可以来加入我们 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要了解微软的技术和它的服务 那么能提供解决方案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 其实你要不停的在追求新的科技前沿的技术 然后永远站在这个科技的最前锋 那是第二点 那第三点我认为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第三点呢 就是要具有对社区的这个热情 只有你爱这个社区 只有你想了解这个技术 非常愿意去跟其他的人分享和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那么才成为这个三个条件中 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条件 那具备了这三个条件之后呢 现在我们的规定 就是说你要在MVP的网页上 那请现任的MVP和微软的员工来提名你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MVP 因为我们的MVP都活跃在这个整个中国的不同的社区里面 如果你的技术非常精湛的话 那它是从博客 从各个媒体渠道都可以知道你的 那再有呢 就是说微软的员工的话 推荐的话 他对你有一定的了解 这样的话呢 使得我们的人群就更加的精湛 欢迎大家参加到我们的项目当中来 我们现在呢 其实有很多在AI方面的技术大咖 然后我们也是有基础的 到那上面有很多技术大咖 我们叫做Developer Technology 鉴于就是这个项目 就是说大家参与了之后 会有什么样的benefit 我相信是大家会非常关心的 那benefit之一呢 其实我认为还是这个平台 能够提升你的职业素量 然后因为你认识了很多的技术大咖之后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 我们有很多的商业机会 我们也有很多技术分享的机会 所以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那么其次呢 就是那些基础的我们一些荣誉了 因为这个是微软授予 这个技术人员的 就是第三方技术人员的一个荣誉的 全球性的荣誉奖项 那么你可以就是被免费订阅 像MSDN啦 Office 365啦 你可以有E3E5的一些订阅啦 还有包括大家最喜欢的Azure Credit 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是开发者 对吧 所以Azure Credit 现在微软的很多东西都不属在Azure上面 那这个就是至关重要的 也可以给我们的荷包省一些 做一些水 不是做一些水 是应该给我们的荷包增加一些容量 最后呢就是说 我认为呢就是我们最好的就是全球的峰会 全球的MVP峰会 今年呢因为疫情期间 就是我们这次峰会取消了 但是在过往的26年当中 每一年我们都会在微软的总部举办 从世界各地以来的MVP 还有包括在微软总部的产品组的技术人员 我们有上百个session 会给大家介绍微软最新的技术 因为这些MVP都是签署了保密协议的 而且最好的就是说 我们会提供住宿啊 我们会提供吃的东西 当然这些都是对你们来讲都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还是说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技术大咖 比如说红衣主教啦 Scar Gosselin啦 也有机会可能看到Satia 像我们就是前一段时间 大概两年前吧 Satia和我们一起开这个Tech Summit 然后专门和我们MVP 然后在一起的合影 然后还有去年的时候 就是他来到北京 然后和我们的那个开源的一些MVP 做了一个面对面的一对一的这样的交流 这些都是很好的机会 再有呢成为MVP之后呢 你会有这个和产品组最新技术的一些交流 我们会提供全球的技术支持 那么我想七七八八讲的差不多了 如果想知道更多的好处的话 那就加入到我们项目之后 你自己去发现吧 我自己认为说 大家知不知道去年的时候 我们最大的一次收购是什么 我相信大家一看到我的时候 其实已经在指着我说 OK看到我的T恤了对吧 没错答案就在这里 看到我的speaker了 这都给大家准备好的 如果你们想更多的了解这个Github的话 也可以来找我 我有内线 Github是我们最大的这个收购 去年呢就是官方统计 除了香港以外 我们内部地区的这个开发者的贡献 其实是最大的 而且呢就是Github现在在北京去年的时候 和我们的MVP在一起交流 在选址的问题 我们大家就讲要是上海呢 还是北京呢 还是其他的地方更有效 还是在杭州呢 对吧 我们去对抗一下技术 OK现在目前来讲 那个选址的问题还在进行当中 很有可能是在北京 对开源的态度 我相信这几年 如果在做开发的同学们 同志们也好 同学们也好 朋友们也好 大家可以感觉到明显的微软的变化 微软是非常非常的开源的 这也是跟我们的社区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社区精神的一个很好的吻合 因为只有好东西分享出去 我们才能得到更多的快乐 如果一个好东西只有你自己一个人使用 那是没什么意思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呢 好东西要分享 分享的是我们社区的精神 所以微软对开源的态度也是一样的 还有呢 就是我们有MVP 是最大的开源的社区的这个创始人 所以可想而知 去年一对一 Satia的这个对话 也是其中有我们MVP的开源的项目 所以对开源上面来讲 大家也可以发现到里面 有MVP很多的这个 contribution的奉献 所以这个就是统一来讲呢 我认为从小的时候 我自己有一个故事 就是从小的时候呢 我觉得好同学们都是会藏着自己的这些教科书 因为要考试的时候 他一定要考出好成绩 但事实证明 那个时候愿意分享的同学 其实在人生的生涯中 我觉得发展的是更好的 所以有爱有热情 可以乐于分享 这是很重要的 也是我们的社区精神 OK 你自己平时作为一个就是社区人来讲 你平时自己都做些什么 我的爱好 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讲话已经感觉到 我是一个非常外向的人 对吧 除了体育运动 我都可以做 但是做的都不精 但是呢 这一段时间在疫情期间 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飞到北京以外 那么我用了最多的时间呢 是跟大家去分享 那跟大家去分享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个疫情的 我跟MVP呢 也有组织了我们的这个Coffee Time 然后大家就分享我们现在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呀 因为有很多人可能不愿意把自己的心声说出来 但是我们因为是一个自己的社区 自己的组织 大家都非常的相信 所以他们会把自己面对的挑战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其实有些人就讲说我是开发者 我宅嘛对吧 30天三个月三年我也不怕 我觉得错 在我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MVP的大家庭当中 MVP们每个人都是多才多艺的 比如说我们这里有女性的MVP 那她就是舞蹈的专家 从她的这个舞蹈的 就是当时是教别人怎么样跳舞的过程之中呢 她发现 哦我要像一个机器人一样 去回答各种各样这个同样的问题 所以她就用chatbot 然后呢现在发出了 出版了她自己第一本书 从零到一 大家也可以在京东上多多关注她 多多捧场 然后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科技人 科技不是唯一的 你要有其他的一些技能来帮助到自己 帮助到其他的人群 比如说这次疫情当中 我们有不断的有很多的APP产生 无论是帮助政府的统计 在科学医疗方面 然后在这个交通梳理方面 不光是中国的MVP 包括全球其他MVP 我们都在分享 然后在线上如何组织活动 在线上如何让我们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状况得到一些改善 然后呢也有说问到说 啊那你看在社区我们都办不了 线下活动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认为办社区的主旨就是坚持 很多社区后来办不下去了 因为他们没有一个持久性 那么我们现在没有机会做线下 没关系 线上 微软提供了很好的工具 Teams 而且微软有很好的一个学习平台 MS Learn 大家都知道这个Docs Docs.com 大家这两个网站 大家有机会去学习一下 微软所有的技术 从入门到高深 一步一步 你们都可以在上面免费的学习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MS Learn 就是mslearm.com 这个是这个免费的平台 我介绍给好很多人 MVP在他们自己的宣传当中 也会介绍给大家 再有呢 我认为线上有线上的好处 线上呢 我们可以用字 可以利用自媒体 对吧 比如说 我现在讲的这个东西 你可能没有时间看 你在带小孩 你在煮饭 你在买菜 或者在做一些重要的事情 那你可以录下来之后回播 比如我们线下做的一些media 那你可能要用交通 看是不是交通太堵塞了 然后要有这个场地 要有人流等等 但是在线上呢 我们就可以吸引更多 覆盖更多 喜欢来学习的人群 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只要有坚持 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 都是可以成功的 如果你想建立一个社区 你不妨可以跟我们的MVP张队 去学习一下 张善勇呢 他是岛内的这个俱乐部的这个创始人 而且他自己的粉丝已经超过了6万 所以在MVP的整个的群体里面 我们都是很多很多的精英 但最后说呢 这个疫情是无情的 大家要保重自己的身体 但是科技是有情的 我们的科技呢 是可以将我们面临的挑战 都可以是化挑战为解决方案 所以希望大家和我们多一点的互动 然后也感谢主持人 星亮 然后卢老师等等 帮助我们组织了这个节目 以后的节目呢 会有更多的分享 比如刚才我提到的 加瑞啊 从零到一的这个作者 然后还有这个张队 我有提到了 我们还有像卢建辉老师 他本身在广州 然后他在帮助西藏小学 还有一些更好的 像一亭啊 帮山里的孩子们 可以通过HoloLens 然后来了解外部的世界 等等 很多很多东西要分享 但鉴于时间的关系 我就跟大家先分享到这里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爸姐 非常感谢 心亮酷吧 非常非常酷 如果大家想加入 或申请MVP 可以找爸姐 然后另外也找 中国这边的MVP项目组 然后有联系方式 我们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你在社区里面 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欢迎来申请 接下来我们说一说 即将到来的 微软的每年最大的一个技术大会 比尔 今年的比尔是 我们不用熬夜去看了 在每个国家 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版本 然后等着大家 也都完全是一个免费线上的 技术大会 应该就在这一周 欢迎大家注册比尔大会 然后等着线上观看 到时我也会出镜 欢迎大家来 比尔的每年 我都是线上看的 因为很穷 都是回看 但是这次不一样了 在线上是免费 而且是直播看了 大家可以看到很多 微软的大神级人物 对吧 像沙蒂都会有主题的演讲 希望大家多参与 是的 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我们每期节目 不仅有专栏 我们Azio的节目 不仅有专栏 还可以告诉大家 有什么好的技术会议 有什么好的技术方向 像我们第二个环节 就是让技术大牛 来介绍它的开源项目 我们的第二个环节 今天请来了一个 非常有名的大牛 就是宇作华 他跟我一样是 微软就有价值专家 还有是微软技术社区的 区域总监 他在GitHub上面 的开源项目 有7000个Star 另外他还是一个Panjo 如果我们的Azio搞好了 他会不会投资我们一点 另外他也是一个学霸 你想一下 有一个在清华读本科 然后还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里面读EMBA 另外他还是现在 北京邮件大学计算机的博士 真是太牛了 我们赶快有请佐伙 介绍一下他的开源项目 这是一个聊天机器人 非常棒 我马上进入第二个部分的开源故事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微软的Regional Director AMVP 李卓桓 今天我将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创建的开源项目 GitHub上面 Node DS社区最流行的 微信机器人框架 WeChat 那么关于我自己呢 我是一直以来喜欢 ChatBot和 Conversational User Interface 已经很久了 也和另外一位 AMVP 加瑞 出版过 ChatBot 从零到一 在 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WeChatting呢 也是我过去四年 一直以来 在开源社区里的一个实践 那么我个人的工作呢 是做天使投资 我们PreAngel 在过去的 接近十年里 投资了几百家 一个互联网 人工智能 技术类的 这个初创项目 所以如果大家 有好的创业的朋友 正处在早期 需要技术方向上面 结合创业和投资的 这些交流信息呢 欢迎和我联系 那么什么是WeChatting呢 WeChatting是一个 Conversational RPA的SDK 4WeChat 那么它可以帮助我们 通过程序 自动化的方法 把我们微信上面的工作 做得非常的便捷高效 比如说它可以 支持最基本的收发消息啊 添加好友啊 备注啊 入群 它还可以基于 这些基本的功能呢 结合上所有的 我们人工智能的 这个AI的 API 比如说语义识别 分析 像我们Azure Cognitive Service Q&A Maker Lewis 就可以实现非常强大的功能 极大的提升我们的工作效率 在过去的 在过去的 分布在美洲 欧洲 甚至像非洲和澳大利亚 都有我们的开发者 那么在国内呢 主要会集中在北京 上海 杭州 深圳 广州 成都 武汉 厦门 厦门 这些大城市 这些开发者 来自的公司呢 基本上也都是从事互联网行业的 我们可以看到 大部分人都是来自于像 微软 腾讯 Google 还有各大互联网公司 这样的背景 所以 我们的互联网技术 才更多的需要我们这样的自动化 那在这群开发者里面呢 我觉得最需要感谢和感激的 就是我们的contributor 那么他们从开发者使用WeChat一开始 发现了我们存在的问题之后呢 就发送了大量的PR ProRequest 来帮助WeChat修复和成长 比如说我们在最左边的Gothify 它本身呢 就是腾讯最棒的开源项目 WiPay的创始人 WiPay是一个微信小程序的框架 那么 它在需要自动化自己的WiPay的 这个技术者开发社群管理的时候呢 使用了WeChat 在发现又不满足自己的地方 也向WeChat提交了大量的ProRequest 极大的帮助了WeChat的成长 在过去呢 也有很多的媒体 关注了我们这个 Chatbot的领域 也非常感谢他们 在GitHub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有非常非常多的项目 很多的开源项目 已经引用了WeChat的这个依赖 通过WeChat的支持呢 实现了他们自己 在各种场景上面 解决问题的这样的能力 比如说像我们右边可以看到 有Slack和WeChat的Bridge 做桥接 还有像群聊机器人助手 还有像我们的下面 这个.net的俱乐部 也使用我们的WeChat 做了他自己的社群管理 还有一些开发者呢 也非常棒 他不但自己解决了自己的问题 他还把我们的WeChat 做成了视频 能够让更多的开发者 更容易的了解 微信的机器人的开发 当然他自己做的事情 也很有意思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 叫做三部教你用Node 做一个微信上面 哄女朋友的神器 这个千万不要被女朋友知道 以及说 这里也列出了一些 各种各样的项目 都是通过我们WeChat 然后基于微信 提供了很多 能够提升他自己 社群用户体验 或者改进了他的 这种社群流程 让整个工作效率更高的 这样一些的项目 那么WeChat 现在呢 也有非常完善的文档 我们以英文文档为基础 同时我们也提供中文的文档 在我们的博客上面呢 我们也会不停的有开发者 希望分享自己的WeChat的经历 以及博客也是我们自己 发布信息的一个主要的地方 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数百篇 这个关于WeChat的各种各样的博客 从使用WeChat 做各种领域的开发 到有一些 这个创新的思路和想法 等等 在微信上面呢 我们也通过微信 基于WeChat的机器人 管理我们自己的 WeChat的这个开发者群 我们现在已经有这个几千个WeChat的开发者 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 可以大家共同探讨 碰到问题的时候呢 可以来互相询认和帮助 最后呢 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开发者 对我们的评价 我只想说引用一下我最喜欢的 我最喜欢的一条是 这个我亲华的师弟 他叫宰南 现在呢 他是Google的一名开发工程师 应该是一个team的lead 那同时呢 他也在美国硅谷这边呢 帮助中国留学生 做了一个叫做好室友的 帮助互相找房子的这样一个平台 他也是把他的平台的服务呢 通过WeChat在微信上面 提供给他的用户 起到了极大的便利 他对WeChat的评价呢 是我最喜欢的 叫做太好用 好用的想哭 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评价了 那么WeChat有什么样的这个架构呢 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从我们2016年开始呢 WeChat就比较系统化的 开始了这种架构的设计 基于我们的开源平台 借助了大量的开源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发布是在NPM上面 我们代码是House的Github上 然后呢我们用了有很多关键的这个部件呢 都用了单元测试 我们整个的发布呢 在通过单元测试之后 都是自动化测试之后 Develop自动发布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Docker的这个Image 方便大家使用 并且有完整的GF Stocks在代码里 那么在这个18年呢 我们也增强了很多的这个架构 做了很多优化 比如说我们开始支持各种协议 我们的WeChat也可以支持像 Ped协议啊 网页协议啊 Windows协议啊 Mac协议啊 等等 那么在支持这样的协议呢 我们WeChat看起来就应该是分了三层啊 最上面呢是WeChat 我们抽象出了消息啊 联系人啊 群啊 好友请求 那么为了支持这些能力呢 我们抽象了一层叫Puppet 就是我们把所有的协议都抽象成Puppet 那么在Puppet之下 大家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可能有网页版的协议 我们有Ped版的协议啊 我们还有Windows版的协议 也许还有这个iOS的协议 iOS的App 还有Android App 对 为了实现我们的DevOps 我们也是用了非常非常多的工具 首先呢 我们的代码是基于TypeScript的 那么在做Git管理的时候呢 我们用了大量的GitHook 同时我们的版本是基于这个 语义版本号 来严格的防止这个就是做好版本管理 我们也有完善的这个基于TypeScript的单元测试系统 我们对我们的这个在发布的时候 我们用了像GQ啊 像各种这样的工具 我们也把所有这些工具都打包发布 做成社区里面的一个套件 所以我们所有的NPM包都是基于这样的套件来发布 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来使用 我们有专门一篇博客来写这个 那么在Docker上面呢 因为非常方便 我们发布了Docker之后 大家直接用Docker Run 就可以把自己的机器人淘起来 所以我们的Docker image的下载数量也非常的多啊 已经有50万左右了 在Github上面呢 为了实现我们的Docker的发布 还有NPM的发布呢 我们就是基于Github的DevOps的这个CICD设置 每一个Commit我们Push了之后 就会进入自动化测试 动化测试通过之后呢 我们就会通过自动发布 把我们的Docker啊 把我们的NPM包啊 都去发布好啊 这里面列出了一些我们使用了的 这个开源的项目和工具 包括Docker啊 NPM啊 刚才提过的 还有像Circle CI啊 Travel CI啊 这个App Vora啊 这个都是CI的工具啊 还有像我们也基于HeroQ和Cloud Flare 来协助我们做一些部署 那这里面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我们的这个WeChat呢 是基于了这个TypeScript的一个JavaScript包啊 我们发布到了NPM和Docker上 我们的代码是用Github来管理的 那么为了实现这样一个开源项目的社区管理呢 我们也有比较成熟的一套社区的管理机制 来让我们的WeChat的开源项目 这个发展的比较平稳 并且让大家的力量能很容易的 使到一个方向 在我们整个WeChat的社区管理里面呢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管理分为三大块 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PMC 是我们整个的管理的这个最核心 做一些最重大的决策啊 那当然最重最重要的呢也是力量最强的 还是我们这个这个在中间的community的developer 那么这些developer呢他们会是我们的用户啊 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也会成为我们的这个 prequest的提交者会变成我们的这个contributor 当然大家如果能够提Asio啊也是我们的一种contributor的一种 那如果他们都非常活跃呢就会变成右边我们橙色的这样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紧密的contributor的community 大家会讨论一些重大的事项 在GitHub上面呢我们给我们的contribution 设立了比较清晰的这个指引说明 我们在社区里面呢也会为如何成为一个committer啊 当然主要还是靠大家自己的意愿和能力啊来帮助WeChat成长 啊我们现在像Gothify是我们的committer啊 还有我们句子互动的CTO啊LindMemory高原 他也是我们的呃committer 我们社区里面有我们的这个形式标准啊 在发prequest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些要求要通过RFC的方式 把问题扔出来让大家一起讨论啊最后得到了一个比较 经过社区认可的方案最后再向前推进 嗯即我们prequest也要有一些模板啊 issue呢我们也设立了很多的模板 能够帮助我们的开发者更清晰的给自己的问题分类 并且把问题描述的更加清楚 呃在所有的功能归类和管理呢 我们也使用了Github上面特别棒的功能叫Github Project 可以把很多的issue和prequest做成非常好的分类 嗯啊基于在线呢呃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啊 我们都叫做这个Github Github是全球最大同性交友社区啊 那么我们在线下呢也做了很多community meetup 比如说我们在18年17年啊还有19年我们都有非常多的这个线下的聚会啊 像有在呃有的是去拜访公司啊有的时候喝咖啡啊有的是吃饭啊 啊我们的开发者我们的contributor们都呃创立了很多的机会啊互相见面交流啊大家也都很有收获 同时我们还呃基于所有的开发者对于聊天机器人的热爱呢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线下的另外一个呃沙龙组织叫boot friday 啊那么boot friday呢我们是在线下每周五大家都会选出两名分享分享人然后啊给大家讲30分钟左右的PPT把自己最新的对于聊天机器人领域的认识啊或者一些问题的这个理解来给大家来做分享 嗯我们每周五都会有这样的活动嗯并且会活动之后把内容都发布在网上啊网站呢就叫做boot5.club啊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一下 嗯在我们的boot friday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每次呃呃都会有不同组组成的人吧有像呃产品经理啊像嗯 Tedboot公司创业公司的创始人cto还有开发者我们的这个场地呢呃也会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去腾讯云做过啊当然也邀请了腾讯的微信这边的NLP专家我们在微软做过也是和微软的boot builder呃boot framework的团队产品经理一起啊都做了非常棒非常深的交流 嗯活动之后呢我们也会继续啊在午夜进行腐败啊啊会谈论一些更深刻的话题 嗯 大家也会因为很喜欢wechat也会做出很多很漂亮的sticker啊啊衣服啊这样 嗯在现象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我们会有一些talk我们会在一些event里面会呃会和大家更多的做一些分享嗯 比如说像我们在1618呃呃像这个呃我们在macrosoft的这个techsummit啊还有像我们的在这个微软的acnet的活动上面都做过很多的talk来介绍我们的这个chatboot啊 啊同时为了让开发者更方便啊介绍介绍的同时为了他们更方便的上手我们也做了很方便的这个gettingstarted的这个repo 可以让大家呢找到很多的例子很快的上手呃也录制了一些视频专门来手把手的通过livecoding的方式啊来让开发者熟悉啊 啊还有最右边的这个wechatty101是我在四年前最早做wechat的时候呢介绍的一些wechat的理念啊也能够让开发者更快的了解wechat 所以呢呃汇总一下呢到现在wechatty的社区里面呢我们现在已经有啊四五十个contributor我们有1000多个commit啊我们有非常多的微信机器人开发者的微信群啊我们有100多篇的博客 呃接近100万的npm下载啊接近50万的docker的pool呃7000的github star等等啊等等呃所以呃 非常非常感谢这个社区的支持啊wechatty在过去四年里呢才能够呃得到了非常好的发展 那么呃最后呢呃这个wechatty啊我能带给大家的呢就是呃刚才所有的wechatty开发者的 社区的介绍和一些wechat的简单说明呃希望大家呢也能够在以后需要用聊天机器人来帮助自己做自动画呃提升自己的用户体验 呃增强自己的产品竞争力的时候呢能够来尝试使用我们这样聊天对话机器人的这样一个对话的方式通过我们呃建立一个全新的conversational AI的方式来做一些新的产品的体验呃那这就是呃哦最后呃 呃最后要和大家分享一下呢那么呃呃我们的wechatty呢呃呃开源社区现在非常的活跃 所以我们最早是通过type script做的这个java的语言的呃呃wechatty 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有社区分别把我们的python java还有go版本的wechatty都已经实现了呃呃当然呃功能还不是非常的完善但是已经可以用了 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些语言上面有兴趣啊欢迎大家来使用和反馈建议啊当然如果能够参与到我们的开发里面呢那就更棒了嗯 嗯还有我们一个项目呢我们为了高可用也为wechatty做了一个highavailable的这样一个项目啊大家如果有这种比较重要的场景不能丢消息呢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个项目我们wechatty的github地址呢就是github.com github.com-wechatty好这就是我带给大家所有的呃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大家对我们的开源社区对聊天机器人对如何做一个聊天机器人和进入未来的呃对话式交互的人机界面能够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嗯那呃呃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如果大家感兴趣呢可以扫描二维码呃呃这就是我的微信和我来交流好再见拜拜 感谢中华了啊大家会动心吧这个项目的应用起来非常方便另外我还得说一下大家可以拜读一下他的书chatbox从零到一这是一本业界好书啊啊但我们赶快看下一个节目有梅里写代码啊啊不啊周航不好意思啊拜拜啊有这么着急吗你是啊梅里啊谁啊他也是周航团队的啊快有请不然会把观众带走了啊好有请嘉悦 呃嘉悦是剧主互动创始人呃而且还是连续创业者哦他也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微软最有价值专家 he hop呢呃呃他也是有七千个star啊啊他的开源项目比较有名叫wechatty呃对吧创建了全球的一个聊天机器人开发者社区 他也是刚才提到那本书的chatbox从零到一的作者是作行的搭档好那我们进入从零开始 hello大家好我是李嘉悦剧主互动的创始人wechatty的联合作者微软amvp 今天呢我会大家做一个live coding展示如何用100行代码搭建一个助理机器人 那我的助理机器人呢帮助我去搞定刚刚认识的投资人 帮助向这些刚刚认识投资人介绍我的公司介绍我的产品以及介绍我自己 那我的助理机器人呢总共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呢是他是一个真实的微信号 我在私信他或者把他拉到群里按了他的时候 只要我对他说一句话他就会给我回答相关的问题 那一部分呢是我hard coding到这个代码里边的是通过关键词去实现的 另外一部分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QMaker 我在QMaker里边做创建一个知识库 如果用户问到的问题和知识库里边的问题非常相似的话 那么就会把相关的答案来吐给这个用户 比如说如果投资人问到我估值相关的问题啊 精品相关的问题啊 我可以把这些答案都事先编辑好 放在我的知识库里边 这样呢我就可以让我的助理机器人帮我去回答很多问题了 那同时呢其实我的助理机器人也非常的笨 所以呢我会把我的助理机器人和我 以及投资人拉到一个群里面去 这样当我发现我的小助理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 我也会出现帮助我的助理去回答更多的问题 同时我也能收集更多的预料 让我的机器人变得最大于聪明 好的那我不多说了 首先呢我来给大家demo一下 我已经实现的我的助理机器人的样子 好的那这是我和投资人的一个群 那刚刚呢卓桓也介绍了WeChat相关的内容 同时呢卓桓也是我的投资人 也是我的股东之一 那我今天呢假设我刚刚认识卓桓 我希望为他介绍我的公司 所以我会创建一个 Priangel着环所在的机构 以及我们公司的一个群 那假设我刚刚认识他 所以我add我的小助理介绍一下我自己 这里边呢我的小助理就把我的个人信息放出来 同时如果有更少设的信息呢 可以点击链接查看更多 那这里边有我更多的一些信息 以及我的公司和我的一些新闻报道 那进一步的呢我让我的小助理介绍 剧组互动相关的信息 那这里边呢我也可以点开链接 查看更多剧组互动的发展历程 以及剧组互动的创始人信息 股东的信息 投资人的信息 机构的信息和相关的新闻报道 那同时呢我也会让他去介绍一下 我们公司的产品 如果有投资人感兴趣更多的话 那么看到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个产品的介绍 这是一个PPPF 我就不多介绍了 那如果有更多的问题 比如说 如果问到估值相关的问题的时候 我的助理介绍会告诉他 把我们的公司的估值 并且把我们公司的PP发出去 期待有一天我们成为一家读教授 那如果有人问到我的助理机器人 更多的问题的时候 而这个问题 我没有预先设置好相关的内容的时候 然后我的助理机器人会把我的微信推送出去 这样呢就会引导这个人再去联系我 好的 那这就是我今天要 Dive Coding的代码的内容 那一部分呢是通过Vchity实现 微信的收发消息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我如何去用 QMaker和Vchity整合起来 能够处理一些常见的问答 并且做问题相似度的匹配 给出相关的答案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吧 我在这里边呢 我给的 我先新建一个 连加吧 好 然后呢 我为大家来 就是我新建好了这个内容 这是刚刚创建的这个内容 那么我们 首先呢 把Vchity 进来 然后呢 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神奇的功能 就是Vchity的一个 Plugin的系统 那么我可以把这个 以及相关的一些差价 都引进来 然后呢 我新建一个 boot Name呢就叫AgerShow 然后Puppet呢 我们用Pathchart的Puppet Pathchart的Puppet 然后我们再设置一下Token 我去粘贴一下 我去粘贴一下我Token 相关的 相关的 我说的剪切板 找一下 好 这个是我的Token 然后呢 然后呢 我把机器人启动下来 然后 捕获一下异常 好 这就是我们新建好的这个boot 那么我们这里边呢 使用EventLogger把所有相关的 这个事件都显示出来 然后我用QR Code 使用QR Code Terminal呢 来把二维码展示在屏幕里边 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个弄得更大一点 对 然后 然后我们来 处理所有的事件 那我们把所有的这个呢 都用一个RMessage的函数来处理 下来呢 我们来处理一下这个 它是一个Message的类型 上面已经有了 好 那么我们可以把所有的 把所有收到的内容呢 都把它先打印成 然后呢 那我刚才讲到群里和非群里的场景 把这个 如果是在群里 切 我们看到这个 切 如果是 Self Mention 那么 如果 如果刚才讲到我的场景是说 如果在群里 切 在群里 act了 机器人的时候 那么 它会有一个反应 Mention Self 假设我执行的是 那如果不在群里的时候 那也去执行 好 那么 接下来呢 我猜呢 应该我们要 因为里面要直接一些Message的函数 好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的JerryBoot呢 主要实现两个功能 一个呢 因为时间关系啊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 所有的介绍的信息了 那一个是介绍我自己 然后另外一个呢 是如何调用CMaker 首先呢 我一样 我先Consolab一下 告诉我们开始了 那首先呢 这个地方是 Introduce 比嘉瑞 那还有一部分呢 是 Use CueMaker 来回答 基本的信息 好 那么 我们 那我先把文本消息取出来 那最简单的呢 我就用一个正责 如果匹配的话 那么 我去我的剪切板 找一个我的自我介绍 那么 就有一个一段 李嘉瑞的自我介绍 好 我放在这 这是一个我的自我介绍 然后 刚才我们看到 还发了卡片 那这是一个 是一个卡片的类型 我去构造它的描述 头像 Title 标题 以及它的 UR 那在我的这一段描述里边呢 我把我的描述也写进去 我也去我的剪切板里边去复制粘贴 是我的一段最简化的描述 我是剧乎创始的那些创业者书的作者 以及 微软人工智能最具价值专家 然后 我把我的 这个 头像拿过来 然后 我的 标题呢 那就是李嘉瑞 然后 这个URL的链接呢 我去复制 粘贴一下 好 这就是 这两个基本的信息 然后 也很简单 让我message去说 说我刚才发的intro 然后我可以再说 更多详细信息 请点击链接 然后 然后我去发一个 URL的link 这样呢 就实现了 说李嘉瑞 然后并且回应相关的信息 我看一下 这个 调整一下顺序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 我们来运行一下 尝试运行一下 把它放大一点 放大一点 然后我们就看到 有一个RV码 这个刚才我们用到的 这个QR Code的RV码 那我们看到 这是我的一个助理机器人 然后我用我的助理机身扫码确认 那可以看到 是我的助理机器人 因为我助理机身不是RF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把它连成柱 连到柱里面去 可能说不会 好 好 我们看到 这个小句子已经上下了 就是我的助理机器人 那这个时候呢 我来再给大家做一个演示 同样呢 我还是连到我的手机上 那么我们看到 这个时候呢 他就在 介绍 介绍李嘉瑞 我写错了 刚才我们看到这里面的 我有一个错别字 应该是介绍李嘉瑞 好 看到我字 上面的这个李写错了 那么 接下来呢 就会很快的把相关的信息 给我出出来了 好 那这个功能呢 我们看是没有问题的 我回到我的 代码这里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使用VCharty 去介绍我自己的一个功能 那第二个功能呢 我给大家解释的呢 就是如何使用QMaker 去搭建知识库 那我给大家去 展示一下QMaker QMaker 整个注册的过程呢 我就不详细展示了 那使用QMaker 也非常简单 大家点这个 My Knowledge 就是这个去看你的 大家看到我这里面 我这里面其实我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的估值是多少 那相关的问题是 估值是多少 估值多少 值多少钱呀 然后这是我输入的回答 你好 我们是 我们的回答是10亿美金 你好 我们的估值是10亿美金 然后在这边 Save and Train 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 很快 它训练好了以后呢 我再去点这个Publish 然后Publish之后呢 我就可以得到我的相关的 Knowledge Base ID 然后包括我host的地址 然后以及我unpoint ID 我把相关的这些信息 写到代码里边 我就可以去调用QMaker的服务了 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特别想吐槽一下 微软的服务 我花了非常长的时间呢 去 也没有非常长 就大概在网上搜了一下 没有找到一个 非常简单的QMaker的包 所以呢 为了这个视频 我就写了一个QMaker的包 那去快速调用QMaker的服务 那首先我们一起回到代码里面去 好 大家能看到我的代码 对吧 就是这是我的代码 那么我们回到最上面呢 我刚才想到 我说为了 为了更好的使用QMaker 我做了一个包 叫SimpleQMaker 那么我在这里边呢 就引入一个 SimpleQMaker的 内容 然后 然后呢 我们去新建一个QMaker的服务 那这里边呢 需要传这个 knowledge-based ID 然后需要传host 然后这是我定义的 还要需要传一个 endpoint key 刚才讲到了 那我也去我的这个 简介板里把相关的信息 就往页里拿过来 knowledge-based ID呢 是 这个 页里拿过来 页里拿过来 andpoint的 t是 这个 然后 host是 这个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 QMaker的一个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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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去 调用它 那 那 调用它呢 这是我写的一个方法 然后 也非常简单 那 我在 下面 再重新的 这里边 我刚才讲的 这个部分是 introduce 加瑞 那 我把它弄得 再简单点 QA 那 下面呢 那 我可以叫它 QMaker 我想想 这个时候 其实 我传 传这个message 会更好一点 这样的话 可以去调 然后呢 那 我的这个 我写的这个包也很简单 你给QMaker 发一个消息 他会给你出一个内容 我只要 我只是把这个做到 一发一收 那 所以 那 发 发的内容呢 是 然后 回的内容呢 是answer 就结束了 那然后 QA是一个 我要 await一下 promise 它返回的这个promise 那 这个其实返回的 就是 这是我定义的 我也是参考微软的 这个bote builder里面 内容 把定义就是QMakerResult的一个类 那我也可以 我也把它打印到 命令行里边 也方便大家去使用 哦 这个我采取错 这样就是 没问题的 好 然后 嗯 这返回的是 如果它返回的 有内容 也就是 它返回的是一个数组 如果 它的 它不是一个空数组的话呢 我就让它去回答 数组中的问题 那 我 其实它可能会是多个 我们先默认 是第一个 然后回答它的问题 就是answer 然后呢 如果不是的话 如果不是的话呢 我们就会 跟它讲 我没有听懂你的问题 好 那么同时呢 我也希望把我的名片推送过去 因为它是私聊的场景的时候 它也能知道我是谁 那这样的话呢 我就需要构造一个我的 我的这个contact 就是我的这个名片 那这是我的ID 这样呢 我就获取了一个contact 大家看到 这是一个contact的一个 返回的一个 一个变量 一个类 然后 用message把它 sade出去 当然我要wait一下 好 这就是完成了一个简单的 QMaker的一个调用 这个QA呢 就是我们上面去写的 这个QMaker的这么一个函数 那 接下来呢 我们来 运行一下 好 这是我其他群里的消息 好 我们重新的运行一下 那因为刚刚呢 我在这个 新建 Vchat的时候 给它起了一个name 其实起了一个name之后呢 它就会生成一个memory card 然后这个机器人 第二次再登录的时候 就不需要扫码了 可以直接登录 我们看到 我们的小助理已经上线了 那 我再来给大家 共享一下 我的手机 就是我问他 你们估值多少呀 那看到他说 我们的估值11美金 就是我刚才的答案 那如果我再去问他 其他的问题呢 这时候看到 这就是我写大的答案 很抱歉没有听懂 并且把我的 把我的这个名片 推送过来 好 我们也去看一看 命令行上面的内容 是什么样的呢 大家看到 这个我说 我把answer会打印出来 这就是QMaker 返回给我answer的信息 我的question是 你们的估值是多少 它匹配到了 我在QMaker里面的内容 然后answer是 你好 我们的估值是11美金 并且他会给这个 他会给这一个问答 做出一个score 其他的东西呢 我在这里面不多讲了 然后我就把这个answer 吐回去了 就最后实现了整个 这样一个问答匹配的功能 好的 这就是我今天 为大家展示的内容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 那我会把这个 我把整个的代码呢 都放在了 git chatbot 从0 to 1的这个项目里面 我把这个也来提交一下 稍后会提交一下 然后告诉大家 我今天的代码的地址呢 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来 这个项目下面 然后有我所有的代码 以及我书相关的内容 我的代码都应该在这个 Ager Show下面 Live Coding里面有 然后我一会会再提交一个 Ager Show 05 好 那这是我今天演示的信息内容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佳瑞 一下子搜了那么多的代码 不错不错 每期我们都有美女就好了 可以的 我们第一期的三个环节结束了 时间有点快 是的 我们以后每两周见一次好吗 好的好的 最好天天能见到 不行 两个中年男人会看力的 不过嘉宾也是很重要 我们答应大家的是 我们每期都会给大家带点干货 带点重量级的嘉宾过来 是 没错 那么我们可大家说个再见吧 这再次了 感谢这期的嘉宾 像Chris 像周桓 还有加瑞 另外还有我的好搭档 新娘 上海过得非常愉快 还有另外 最后就是我们的末后的小董 另外还有孙老师 帮我剪了视频 好的 再见 我们下期见 再见